新店都市计划第二次通盘检讨 在工展的内容中规划在中正路与二十张路区块 有一处近两公顷用地 未来将作为文中学校预定地 也因此原本可以从二十张路通往中正路的出入口 面临封路的窘境 江陵里里长叶金珠得知消息之后 急忙向新北市议员金仲裕陈勤 表示未来这个出入口被封 将大大的影响当地民众通行权益 二十张路对我们来讲 是一个往高速公路一个命脉 不只是只有我们大峰里 江陵里还有百合里 包括中央新村还有央北那些 他们要到捷运站 也都一次经过我们这个二十张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就非常的紧张 我们就到处去陈勤 就拜托议员帮我们关注一下这个道路的问题 为此新北市议员金仲裕邀集了 新北市城乡局地震局等单位 到现场会看演议 另外百合里里长陈振杰 大峰里里长叶秀平也都到场关心 经过了协调讨论 考量到二十张路在中正路出口段的使用率高 并在学校用地完整性的评估下 将规划改由中央路对接 辟设一条八米宽的道路 衔接到二十张路 从中央路这边直接把这二十张路 把它变成一个顺向的车道 那另外在做还没有做之前 二十张路不能拆不能够封闭 这最重要的 此外里长们也建议未来在兴建学校时 周边的道路规划也要到位 像是人行道的闭设保留足够的通行空间 还有学生接送区等等 而新北市议员金忠玉表示 会要求有关单位顾及当地民众的需求 让用地规划和道路通盘设计更加完善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